世界杯明天開始八強賽 誰能最後奪冠 大家都在期待 其實八強每個實力都非常的好 因此賽事應該是會非常的精彩 特別是江耀培知道 明天要兩場比賽 哪兩場 明天會是德國對上法國 另外則是哥倫比亞會對上地主對巴西 我們來看世界杯演作會 歡迎收看《落成18台》 巴西世界杯特別報導 目前巴西世界杯的賽程已經過半 我相信許多球迷也都和我一樣 光看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的賽事 我們今天就再次請到了 中國國家級裁判 也是我們洛杉磯地區非常著名的 華人足球教練黃偉招教練 以及我的同事張一瑞 我一起來回顧世界杯到目前為止的賽況 並對未來的比賽走勢做出分析 非常感謝黃教練今天再次光臨我們的節目 我相信您也看了過去一段時間的賽事 是 這個今年的世界杯好像有一些新的特點 進球非常多 然後這個比賽很激烈 然後這個冷門也跌爆 包括像是衛冕冠軍西班牙 以及這個傳統的老牌強隊 意大利都提前出局了 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對 我覺得四年一屆的世界杯賽 我們是絕不能錯過的 所以我是每一場比看 而且我是一分鐘都不落 我覺得這個剛剛觀看世界杯比賽 是一種享受 那麼這個世界杯預賽期間 我覺得有這麼幾個特點 一個特點就是這是進球數很高 所以大家看起來可能大概也比較興奮 履歷有進球 當然比較興奮 第二個特點就是南美洲的球隊 這是發揮得比較好 他們打法跟上形勢 而且他們進攻點很多 前場的變化也很大 相形之下歐洲幾個隊打得比較保守 所以正是因為他們打法比較保守 所以他們這成見就不理想 那相對歐洲跟美洲球隊而言 亞洲隊好像這次賽況非常的殘烈 對 一場勝利都沒有 對 那不曉得黃佳麟 你怎麼看亞洲的球隊 這次亞洲隊確實是 我想這個亞洲 確實要好好總結一下 就為什麼在這麼大型的比賽當中 我們亞洲的隊全軍服務 可以說全軍服務 那麼這裡面我想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他們最近好像在國內 也掀起了很多這方面的一些爭論 我想通過這個爭論以後 他們會重新總結一下再崛起 說到了這個球隊 我們再看看說說球星 因為球星也是球場上的一大亮點 包括這次世界盃 好像大家關注的幾個球星 包括葡萄牙的C羅 阿根廷的梅西 以及最新星體的巴西的內瑪爾 那黃教練 您對這幾個球星的表現 怎麼看 我覺得球星它要有個過程 我們對球星也不能超級過激 內瑪爾畢竟還年輕 才22歲 你要到成熟的話 一般在26、27歲 我覺得內瑪爾相對來說 我們要給他一點時間 不能超級過激 那麼另外講到另外一個明星 我們上一節杯子也講到了 就是梅西 梅西這屆顯然比上一節成熟 所以他這次在場上有了自信心 而且他有了方法 怎麼樣對付對方隊員 對他採取了各種 包括犯規的措施 所以他這次相對比較成熟 而且發揮得也很穩定 相對而言 好像希羅就變成一個悲劇英雄 希羅我覺得他就是怎麼說呢 現在相對來說有點英雄磁末了 一個年齡比較大 第二個呢 同樣的葡萄牙隊 他不像那個黃馬 有那麼多的好的隊員在輔助他 所以他這次相信來說 自己就是 也讓觀眾很失望嘛 可以說 那麼黃教練 我知道這一次世界杯 採用很多新的科技 像森巴榮耀那顆球 就特別做了設計 還有那個球門電影技術 都讓球門的 那個球門的爭議降到最少 可是反而相對在裁判的判法上面 有很多值得可以討論的地方 那黃教練你身為專業的裁判 你對這一屆世界杯裁判的水平 你怎麼評價 對 我覺得這次裁判 確實是發現了很多問題 那我覺得國際水平 這段最大的改進是什麼 球門制度 它這個有球門監督 這是解決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一般來說 對一個裁判來說 在伊斯納時間 他們這個球輸得很快 噹噹噹 伊斯納你怕那個球進還是不進 確實是有困難 但是這個問題解決以後 裁判也就放心了 而且在一秒鐘之內 他馬上能回饋到他身上 他知道這個球進還是不進 這是個進步的 那麼談到裁判 我覺得這次裁判 有普遍來說 我覺得有這麼幾個問題 一個 裁判員在場上 信心不足 他反映在什麼上面呢 一上來發現有嚴重的反應 他不敢判 他總想作為什麼 作為調解員去安撫一下 但是運動員 他會欺負你裁判 你越安撫 他覺得你可欺 你不吹 他下面越來越嚴重 否則的話像年輕這些球星們 誰保護他 就是規則保護他 裁判員就是執法者 這樣的話呢 球場上才能有一種正面的氣氛 我想這技術才能發展 這個我們再看看 未來的這個比賽走勢 不要把這個目光太過 看在這個裁判身上 看看球員的表現吧 明天就是這個八進四的比賽了 那黃教練覺得目前為止 哪支球隊最有冠軍項 有冠軍項 我怎麼說呢 可能講到冠軍項 其實他就是 其實每個人心目當中 有比較心意的球隊 那我還是比較欣賞 巴西隊和阿根廷隊 我是比較看好他們 我希望他們在世界杯上能夠成功 好 非常感謝黃教練和一瑞 今天能夠參與到節目中來 在世界杯結束後 我們還會再次邀請兩位與我 一起對世界杯做一次整體的回顧 也請觀眾繼續關注 《落成18台》 關於巴西世界杯的相關報導 讓我們把現場交換給直播 《落成20台》 《取消財 復服不能當時很認真》 《日 dinтор》 我希望在太陽